所以我就觉得很佩服说念书 我就是想想从大学一直念到博士 其实蛮长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到 然后之后再继续回到台大去继续历练 那也经过 也当问过台大捷播所的所长 然后得奖科技部 等于拿了奖之后大概都拿了 所以包括当然最基本的 像杰出奖其实也是 谢老师其实也是拿了三次了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奖项 包括也包括台大的教学奖项 其实也都有 所以觉得是非常佩服谢老师 然后其实是非常的 除了看诊 要教学 其实也是非常的忙碌 那我就不多介绍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谢批 那我们就欢迎一下 非常谢谢潘老师的介绍 那个潘老师把我的CV从头念到读尾这样子 那这是很不好意思 其实然后等一下要讲的 其实很多的研究 其实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应该是说有很多的同学助理 还有甚至于这个病人的帮忙这样子 那当然 那有很多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那这些经验其实很多是来自于病人给我的作业 某一个程度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跟各位慢慢说明 那首先可能有一些同学比较晚到 我觉得那个披萨继续用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food可以activate我们的brain system 那我们应该从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开始思考 这是一个病人 那我们的周边神经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脑跟脊髓都是在骨头保护的 但是他们的功能要能够传达 那就必须经过这些周边神经到身体各处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最末梢的神经离开我们的 包括中枢神经系统是最远 所以通常他们的代谢 还有他们的脂质是最少 而外面来的包括这些压力 或是毒也最容易伤到他们 所以症状通常是最末梢开始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大概是从脚开始 然后接着就是到手 那这些都是在最末梢 那我们用这个病人的例子来讲 这病人一开始他会觉得脚有着热感 还有电刺激的感觉 那这个我们称为叫神经的麻痛或神经痛 那神经痛跟我们一般的痛 跟我们一般讲的痛大概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讲的痛可能是说运动完 那或者是说撞到 那这时候或者是关节痛 那你可能会看到就是红肿热 这是大概最obvious的 但是这些神经麻痛就成为这个病人所描述的 你可以看到他讲到是着热感 他觉得皮肤会热 但是他自己摸起来的那个皮肤其实是不热 那他会有刺痛的感觉 那像这种刺痛的感觉 其实你外面上也看不出来 这些基本上他们通常都是在最末梢的地方 然后又有这种让我们看起来觉得异样的感觉 这些我们就称为神经痛 那其实是神经的一个异常的放电造成的 那其实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只是不是病态的 简单来说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手肘会撞到 那我们会觉得指尖好像有瞬间 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那就是一种神经痛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病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症状 他症状就是 他明明会觉得着热感 但是他其实对热 反而是不敏感 所以他的皮肤 你可以看到有烧伤烫伤 因为我们这种热痛的感觉 对我们身体来讲 是一种叫做protective sensation 是一个保护性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摸到热的 我们会赶快散开 为什么 因为这会伤害我们的皮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神经坏掉的时候 其实那个保护感觉是不见的 那一般来讲 有这样子的一个周边神经边边 那如果去看神经科的医师 通常他们会摆 所谓的神经传导检查 那可是问题是 他去看了医生 那这医生跟他说 这个神经传导检查是正常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医生很趴走 那病人他其实更不舒服 因为这样子的结果 家里人就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无病身影 当然也有可能是无病身影 因为你所有的症状都没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来支持 不过如果这个病人的症状是这么样的明显 就是两边从脚一直到手 而且都是在末梢 而且都还可以这么样 vivid 你可以讲得那么清楚 是有灼热感 有刺痛 有电极感 那就除非说 各位今天来听我这个演讲 那你就把它学起来了 将来你就到外面如法炮制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假设不是的话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样子的一个神经病变 那有一个名词叫做 small fiber neuropath 也就是我们的神经 等一下会提到 我们有比较粗大的神经 diameter比较大 那个叫large fiber 那另外一类是small fiber 那我想等一下 我们就针对这个跟各位介绍 也就是在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希望从这些small fiber neuropath 我们可以有一个客观的诊断 就是一个pastology diagnosis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希望找到 所谓pastology diagnosis 就是这个病人明明是有问题 现有的检查 没办法知道 那我们怎么样去establish一个检查 一个检查来证明 这个病人是真的有问题 而不是无病身影 那再过来 它这样的病因是什么 那turn out 就是等一下会提到 它是一种叫做 类电粉的神经病变 那这个类电粉是一个 叫做transceratin的gene 所造成的 它的mutation所造成的 那这个mutation它其实会造成 相当严重的神经退化 那我们大概就针对这些 做一系列的研究 包括这些病人的病理 还有它的animal 还有做到更进一步到carrier的study 好 那我刚才讲到所谓small fiber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模式图 那这个模式图 基本上这是spinal cord 那从spinal cord出来的神经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边黑色的 这个是运动神经 那运动神经的 运动神经细胞 它的exon 它是有minease 所以有minease 有水窍 所以它会是比较粗的神经 那另外一类的感觉神经细胞 你可以看到另外这一个 它的感觉神经呢 它也是一样有minease 所以我们的神经里面 只要有minease 通常是比较粗大的 那另外一类的感觉神经 你可以看到这是橘红色的这一个 那橘红色的这个感觉神经呢 它就比较细一点 因为通常它是没有minease 或者即便是有minease 它也非常的多 那你说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神经 感觉神经 其实有不同的功能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 所谓的large fiber的感觉神经 它负责的是所谓我们的本体感觉 那什么是本体感觉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感知到这样子的 一个information 那实际上是不是来自外面的刺激 那什么叫做不是外面的刺激 我们刚才讲到摸到热的 摸到刺的 这是刺激源在外面 但比如说我们手肘 这样子的弯曲伸直 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眼睛闭起来 你还是知道你手肘是弯曲的还是伸直 对不对 你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当然如果万一需要用眼睛看的话 那意思是什么 那意思是这样子的神经具有问题 那这种称为本体感觉 那这些本体感觉 包括在我们的肌肉 在我们的关节 那这一些肌肉关节等等的 这些其实是随时 让我们侦测到我们关节的运动 我们身体的姿势 那这种是叫做large fiber 那通常这种large fiber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传统的神经传道检测 它可以去做得到的 那但是这种所谓的small fiber 这种通常是到皮肤 或者是我们的黏膜 比如说肠胃道的黏膜 我们吃了东西以后 你肚子会觉得脏 或是吃了不舒服的 那也会有灼热感 这是类似的 那这些都是到表皮 因为我们黏膜 其实就相当于表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是神经传导检查 可以做 但是如果20年前 大概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去侦测这样子的 所谓政策就是去诊断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一个可能性 那一个可能性就是 因为这些神经 它是终止在皮肤上面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你最默骚的神经 大概是最早受伤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是在最末梢的皮肤的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些诊断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了很久 那因为在这个之前 你要去看这些神经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做 所谓的神经切片 那神经切片是要拿比较大段的神经 但是不是只有那一段的神经 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看这些神经 因为这些所谓 称为小纤维 它的大概是直径是一个micrometer 到差不多三个micrometer 那各位知道一个micrometer 是10的-6次方 对不对 那一个16-6次方的diameter 我们一般的光学显微镜 其实是不容易看得到的 我们必须要用电子显微镜 那电子显微镜 它其实 优点是你的resolution很棒 可是缺点是什么 电子显微镜 能够看到的范围非常的小 所以你看得见就是有 你看不见不能说它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 你可以有比较大的sample 所以我们想到的就是 直接在这边 最discal的地方 在脚的 脚踝上的皮肤 我们做一个很小的皮肤切片 所以这个不是神经切片 你不需要到手术室里面 你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得到 然后这个伤口 因为在皮肤 所以就像一般擦伤的伤口 所以这擦伤的伤口 大概两个礼拜 就像这个病人两个礼拜就密合 那这个伤口只有三个mm 过一段时间以后 其实你更看不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我们称为minimal invasive 那其实就像一个人工的一个擦伤伤口 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这一小片三个mm的皮肤 我们如果经过染色 那当然这个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找到特殊的抗体 你可以看到这个皮肤 最上面这个叫做表皮层 那下面这个称为真皮层 那下面这个真皮层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染色 深的染色 这些深染的 就是黑色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神经 那这神经在下面 这是整个神经树 那这个是汗线 那这等一下我们再提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知道这上面表皮层 有没有神经 那如果更高被看的话 那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表皮层上面 这个神经 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丰富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 这个咖啡色的这个就是神经 那这个神经是怎么样 在dermis 的地方 在dermis 的地方 它是一整数的 那它平行epidermis 就平成表皮层跟真皮层 拿到了这个表皮层的话 它好像转90度的关 然后每一个 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其实像一个小点这样子 那为什么可以染到这样子 其实我们那时候试了相当多的抗体 这个称为一种免疫化学染色的方式 那我们试了相当多的抗体 后来找到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名字 其实 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 这根本没有意义的组合 对不对 这叫protein gene product 还有一个9.5 这个9.5 不晓得什么样的match number 这样子 那这个 其实这个molecule 一刚开始也不晓得它是 特别是对这些small fiber 这么一样的好处 这是我read很多的paper 尝试过很多以后 再去找到的 那这个其实后来 这个是在1980年代发现 那1980年代为什么会发现这个molecule 那个时候就是做2D的gel 那想要知道人的brain的protein 有多abundant 我们知道人的brain 其实protein非常的多 数量很多 但是每一种protein 可能都不是很多 那在那个时候 做了一个2D gel 2D gel 发生什么 发现有一个point 有一点 那一点跟其他的点比起来 他量非常的多 那 他的isoelectric point 是9.5 那 所以在那个时候 所以当20年前 我们发现这个抗体 可以染出这些的时候 每一次演讲 人家就会问我说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染出这些 我都跟他们讲这样子 他们就不以为染了 你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这等于是生化学的书 那 那 不过turn out 这个后来 大概在2000年左右 开始protein sequence 很普遍的 以后就发现 它是一个ubiquity carbose hydrolysis 那各位知道ubiquity 就是牵涉到ubiquity protein protein zone system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 protein的dequidation system 那里面 UCH 那个简单叫UCH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enzyme 好 那 但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晓得 不晓得 但是它好用就是 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比较重要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清楚的去看到这些nerv fiber 而且我们可以去count这些nerv fiber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粗浅的做一个定义 就是我们去量epidermis的长度 那当然这个长度 其实是代表一定的体积 然后再去算 这里面有多少条fiber 我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introepidermal nerve fiber density 当然也有很多人有意见 就是说因为我们只是算神经 你又不管它长度 那短的跟长的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意思 当然有可能 不过 tun out在那个时代就是大家发现说 这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所有的实验室大概都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些动物实验 那当然神经受伤的时候 其实这些fiber是最早消失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proof concept的概念 那当它神经退化的时候 它其实有很特定的prosology 所以后来所有神经学界大概就大家就认同 就是说你可以去算introepidermal nerve fiber density 那你可以用这样子做一个small fiber的診断的根据 也就是说用这样子做一个diagnostic criteria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后来欧盟的神经学会就组了一个小组 那因为既然你要让大家这样子做 所以你必须把所有的这些prosology 就是要标准化 就请我当小组的委员 我们就制定一些概念 那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说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写任何的论文 那你要告诉人家说这个病人有small fiber neuropath 那Review大概就会问你说 那它的introepidermal nerve density是多少 那这个大概很重要 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 各位知道神经科其实很多的症状 很多的病 其实我们都是看症状去描述的 那你看症状描述 对我们来讲总是心里会觉得 就有那么一点点不很舒坦 因为我们总是眼见为凭嘛 所以我们总是会希望去发展一个objective 也就是你我他 大家都认同的 而且可以量化的指标 最简单的说 各位可能知道有 就是所谓的癫症发作 对不对 那你当然癫症发作 大家看到了那就相信 那问题是如果我们看不见 我们没有看到 那我们怎么会相信 通常癫症它意味着 脑部里面有一些脑区 或是一些神经细胞是异常放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各位知道后来就有发展的 所谓什么脑波 所以脑波你可以记录 那某一些特定脑区 如果它是容易发作的 它可能有特定的波形 所以用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客观的去诊断 那所以也是一样 就像small fiber neuropath 大概至少在神经科 神经学的领域里面 大家认同这个fiber坏掉了 应该有这个症状 但是你怎么样去很客观的去量化 这其实一直都是很challenge的问题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话 我们大概等于是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式 好 那回过来 我们如果现在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 你这个就是small fiber neuropath 那我们有没有 当我们建立这样方法的时候 我势必是要去证明 我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所以有哪些证明的方式 那我们就看看有哪些病 会造成small fiber neuropath 那有几种病 我们通常在疾病的分类上面 我们会这样子 我们可以尽量去找原因 但是找不到原因 我们就把它归到一类叫Primary 所以或者比较好听一点叫Indiopastic 所以各位 下一次你看到这样的字 其实这应该就是 就是坦白讲就是医生不知道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Primary 或Indiopastic好像很学术 其实讲白话就是我不知道 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就像糖尿病 是像一些药物 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 那还有一些就是遗传性的疾病 那所以当我们认为 已经建立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该怎么做 那第一个是说 我希望我可以在一个已知的 可能已经有small fiber neuropathy的系统里面 我看看之后这个方法可以不可以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 所以我们就找了糖尿病的病人来做 那这些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也要做skin balance 那你可以看到跟对照组比起来 这些对照组在epidemic上有这么多fiber 但糖尿病基本上是没有 当然这些糖尿病的病人是已经有症状的 其实糖尿病有不同的等级 也有非常初期的非常严重的 那如果有症状的通常是比较厉害 那到目前为止通常 如果是严重的糖尿病 大概都是像这样子 所以看过这么多skin balance以后 我们大概会有一些结论 一个结论 有时候我们在read这个Valsy的时候 我看到这样子 我们大概会想两个病 非常少的一个就是糖尿病 还有一个就是等一下我会提到叫做FAP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非常多的差别 好 而且跟传统的 所以为什么那些small fiber的病人 他的神经传导就是会正常 即便是糖尿病 你可以看到 这是用传统的神经传导检查 这个是代表皮肤切片 那他的异常呢 在传统的神经传导检查里面是50%异常 但是如果做skin balance是80% 所以意思是有30%是pure的small fiber 所以如果这些病人 你一开始就是只有去做神经传导检查 那30%永远会被人家 不敢说误诊 但是永远会被人家说检查是正常 所以其实这也很重要 就是说当我们在interpret 其实不只检查 或者我们在看论文也是一样 当他说没有变化 或是有变化 我们可能要知道 他是在哪一个界定的范围 好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怎么样去explore这个ethiology 这个病人总 我总不希望说 我那个病人叫做edepastic 那这些病人当然常见的这些 刚才我们讲到像糖尿病等等 我们都查过了就是没有 那没有还有哪一些可能性 那时候我就想到了 因为从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了 老师们就告诉我们 有几种神经退化疾病 它一刚开始 它可能就是 以这种small fiber为主 那其中一种叫做transcerity 那这是一个transporter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名字 trans就是transporter Cyreosine Cyreosine 就是甲状腺素 Red Retinoid acid Retinoid acid Retinoid acid 应该就是跟vitamin A有关的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transporter 那这一个基因如果mutation的时候 它有以high mutation 它会形成aminoid 所以它才把它叫做transcerity的aminoid 都是什么 那我们就去找了这些 我们当时classified 变成说ethiopasic 这些small fiber的病人 的确那一群病人 它的fiber 跟正常人比起来的确是少非常多 而且它的dermis 的fiber 你可以看正常的dermis 的fiber都是一条一条一束的 它其实是已经分散了 那你可以看到比起来 它就少非常多 所以就像 所以这其实有时候很多的information 是来自于我们的观察 好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群病人的确千真万确 它是small fiber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像刚才那位老先生 他在这 以后他在这样子描述 我们其实是可以confirm 它并不是无病声音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去找它的ethiology 那这个ethiology 其实我们是找了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看起来是不错 因为我们就发现 我们如果去做sequence 因为如果是ameloid 它其实有一串的基因 不过一串的基因 我们就根据已知的这些frequency 我们就从最common的那个基因去找 那最common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transcerative 那所以我们那个病人呢 我们就说他的全基因的sequence 那结果全基因的sequence 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G2T的mutation 那这个G2T的mutation 换算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analyne 变成syrin 因为我们知道三个ameloid 三个nuclear type code 的一个ameloid 那它这个是一个messence 的mutation 所以它从analyne wipensin 那是在第117个ameloid 这个是新的 新的表示方法 那过去的表示方法 写97 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secret protein 那各位知道secret protein前面20个ameloid 就会被切掉 那不过现在新的命名方式是认为 应该全部都写出来 所以是这个 所以过去它被称为A97S 那这个ameloid 你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物种里面 其实它们是conserve 的 所以表示说 这个应该是有它的重要性 那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些 structural biology 的prediction 你可以看到它在mutation 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正好是什么 它正好是 我们刚才说 它是一个transciret protein 所以它有几个pocket 是会mide psilocyin 那它现在mutation的地方 正好是在mide的附近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的mide pocket 会有问题 那有问题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molecule 在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正常情况下 我们身体里面是需要transciret protein 但是transciret protein 它在circulation里面 是用tetrumor存在 tetrumor它是stable的 那问题是 如果它有mutation的话 它这个tetrumor就不容易存在 它会变成monomor 那monomor以后 它就变成容易egregate 所以这是现在的theory 现在的theory就是认为 mutation会让tetrumor不stable 不tetrumor不stable的结果 就会变成monomor 一旦变成monomor 它就prone aggregate 就会形成aminoid 那当然aminoid 有很多类 因为aminoid 是一个病理学的名词 在病理学上 等一下我会提到 我们用所谓的congorate 去染它们 那congorate 染了以后 它如果变成红色 那同时你在polarize 就是偏光显微镜下 你可以看到apple green light 那我们那个就说 它是aminoid 但是aminoid有很多不同的卡布基础 好 那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比较特殊的是 当时我们有30个 所谓的Ethiopathy 跟Neuropathy 的病人 那这30个Ethiopathy 我就想说OK 这 从我回台湾以后 大概每年 我都会有一两个病人 这一两个病人 或是两三个病人 always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因为他们很suffering 但我就是没办法给他们诊断 即便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测 但是happen的就是 这些病人信任我 所以我们都有把它的检体 特别是DNA留下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去screen一下 结果turn out 我们有30个Ethiopathy 我们screen出来有19个 竟然是有这个mutation 那如果你说19个 那也还好 结果呢 这19个的mutation 竟然大家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一个 Alanin-117-serine 这个mutation 至少在我的病人 它是一个hospital mutation 那 那这是大概将近10年前 我们第一次发现这样的phenomen 那所以后来 因为有这样的病人 所以大概就会有很多病人介绍 来我们看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概有将近100个 这是一个rare disease 我们大概有将近100个病人 那这100个病人里面 应该说一个病人 其实代表一个家族 大概100多个家族里面 那至少90几个家族 都是这个mutation 所以这某一个程度 可以说是一个台湾type的 HA TTR 因为 这个病的话 其实在国外也有 但是国外的mutation 跟我们不一样 国外的mutation 叫做V30M 就是第30个amino acid 第30个amino acid 所以表示说 这是一个非常unique的 至少对台湾人来讲 那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几乎90% 我们的病人都是这个mutation 那当然这也变成一个 非常unique的地方 所以到国外去演讲的时候 我就会跟包括这些生计厂 或是跟药厂讲 就是说 当你要做clinical trial的时候 你就不能把台湾漏掉 要不然的话 你的genotide cover 就会不管怎么 好 那这个病呢 initially 可能是small fiber 它最早就是麻刺痛 这样子 可是慢慢的 它这个niopathy会progress 我们刚才看到 你的fiber里面有 运动神经 对不对 还有感觉神经 那其实还有自律神经 它initial是这些small fiber 就是感觉神经 可是慢慢的 它连large fiber也一样 evolve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这个病人 你可以看到他脚 这边为什么会黑黑的 就是因为他没感觉 所以他晚上怕冷 所以他有一个热水带 但是这个热水带烫了 他受伤了 他没感受得到 所以他第二天就一个烧伤的痕期 那随着他的involvement 你可以看到这个病人 他其实变得非常的瘦 对不对 这个肌肉都没有 所以他是一个progressive的 一个neuropathy 他可以从感觉神经 一直到运动神经 所以eventually 也许他一开始神经传导检查是正常 但是过几年以后 他就可以退化到这个样子 那要证明他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需要有concal rate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神经切片 你这严重的病人 到最后我们大概就会做他的神经切片 那这个神经切片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nerv 一个nerv fascicle的横切面 那这个横切面 这里面有一些血管 那血管的旁边 你可以看到这是红色的 那这个红色的就是 一般来讲 我们一个病理切片 我们大概都是会叫做 用HE hematocytin跟eocin 那eocin的话 大概主要是一些蛋白质 那hematocytin主要是跟nuclease的 所以会蓝色的跟那个 跟红色的 或者是比较浅红色 这样粉红色 但是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颜色 你知道这应该是有concal rate 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特殊的染色 叫做concal rate 这样子去染它 你会看到它就是变成这种橘红色 那这个橘红色的 你如果在polarize 偏光显微镜下面 它这个就会有apple green很漂亮的 那个散色光出来 那不过 那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确定 它这个ameloid上面 是有TTR 所以我们拿了一个TTR的抗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它整个aggregate 它concal rate positive的范围 其实比它TTR的范围要大 所以意思是什么 其实它的mutantTTR只是一个needus 但是它会attract 所以在proteomics的study里面 如果把这个concal rate拿出来 proteomics study里面就会发现 它其实attract了很多的 比如说一些immuoglorine 还有奇奇怪怪的蛋白质 就会跑进去 所以知道 但是你如果没有让它有这个圆头 它后面大概就不会发生 那这个是一个神经切片的横端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神经切片 在这个stage 其实 这些是所谓的mininated fiber 已经少掉非常多了 所以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病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digital spectrum 最轻的可能是只有small fiber的症状 但是慢慢的 它可以在几年内progress到 所有的神经 large fiber small fiber 就全部都affect 那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我想我看过 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的 所有神经退化疾病里面 大概是最严重的一种 因为有一些神经退化疾病 它可能永远就是只有small fiber 有一些可能只有large fiber 那大概也只有这个病 它可以是这么厉害 当然糖尿病也可以large fiber 跟small fiber 但是糖尿病不会 让它在几年内progress那么厉害 好 那所以下一步就是 如果我们有这些病人 那我们大概就想要问几个问题 那这些病人我们 怎么样去了解 它这整个病理变化 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做一个model 去未来可以提供药物的测试 那这时候我们大概第一个想要测试的 就是既然我们有那么有皮膚切片 那各位其实刚才也可以看到 那个三个mm的皮膚切片 你看起来其实就像冰淇淋甜筒这样子 那个epidemis只有最上面一排而已 所以我每次在看片子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老是算你上面那么很小一片 那下面那么大的 我难道都不能去算它们吗 那下面呢 比较重要的其实是一些autonomic nerve fiber autonomic nerve fiber包括什么 包括sway grain 那包括pilomoto 就是我们一些素毛基 还有一些血管的fiber 那这些有点困难 就是说pilomoto 素毛基不是每个皮膚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sway grain是一定可以看得到 而且我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sway grain 就是水滚的inflammation 这是一个病人 我们水滚是什么 水滚就是汗腺 汗腺像什么 你可以把它汗腺想像成就是一条管子 那这一条管子你可以把它扭曲 所以扭曲了以后 你看它的横切面 你会看到就是像一个圈圈这样子 那汗腺的神经像什么 汗腺神经就像一些铁丝 绕在它的外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面这些深色的就是它的神经 那这个是一个病人 他有自律神经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你隐约这边还可以认出它是汗腺 对不对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没有神经 而且你怎么知道它是汗腺 它有特定的形状 而且这个颜色又跟外面又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 这明明就是有差别 那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定量 我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 那为什么不行 当然你说在现在AI的时代 也许可以交电脑 不过你要想说二十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忍在看 那所以 所以 这样的问题一直让 让我趴走很久 那趴走很久呢 一直到有一天 那有一天这个 这个 这个我常常讲说 我们有受很多的研究 这个 其实是意外 那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刚才不是说 OK 那如果 如果这个病人 他的Smal Fibre Neuropath 是Due to TTR的Mutation造成他的类电腑 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传统上面就是在神经上面看类电腑 那既然我有Skin 那这Skin上面有血管 有没有可能在Skin上面就看到他的类电腑 我想 这种梦想大概大家都会 那所以 有一天我的学生就 我同学就拿了片子来给我 所以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去染个Kongorray 去染Skin就好 那 那有一天同学就跟我讲 说 老师 我觉得这次实验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跟我讲的就是 一团的Kongorray 这样子 我看到一片的Kongorray 那一片的Kongorray 就不可能是阿密罗 好啦 我说 但是Always 我就不喜欢做二手实验 你跟我讲什么 我总是要看过才 也不是我不相信同学 我总是觉得看过了我会比较Comfort 所以我说 我们去看一下Section吧 那结果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像这样子 所以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说 好 虽然你没有发现Skin上面有阿密罗 但是 你帮我解决了好久以来的困惑 这个困惑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这就是Segren 那 他把Kongorray 把整个Segren的Outline揽出来 那各位一定问说 你为什么非得要这个Outline 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讲了 你这个神经是绕在这个Tube的外通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Tube比较宽一点 你那个神经 那个线是不是会长一点 所以我总是希望有一个分母 所以 我们就一直在期待这个分母 那结果没想到 这个同学在意外中 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后来都常常跟同学讲 你不要告诉我 你的实验是失败的 尤其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会是成功的 那Anyway 就是我们两个共同看过 都觉得失败才是失败 所以 那 这解决了什么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用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用影像处理 这一边 就是他的水滚 那这一个 就是他的神经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水滚的Innovation Index 所以很Perfect 那更妙的是 这个有一天同学 所以这一次同学就比较 比较有信心 然后他就 就跑到行为镜 荧光行为镜去看了 结果我又发现说 这 Congruel 不只是这里红的 荧光行为镜下面 它也会发红光 那这样更妙了 所以我就说 那这样更好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 这个是一般的DAP Stand 所以我们后来就用 荧光去染神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搭配起来 就更漂亮了 那这样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就是 因为这些 雷电文神经病变的病例 他们其实还有 自律神经的症状 那你知道自律神经的症状 其实有很多 我们也都是 听他主观的描述 自律神经症状 包括什么 其中有一种叫做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就是 知识性低血压 我们正常人 你躺着 坐起来的时候 你不会晕啊 或者你只有很瞬间而已 几分钟以后 你其实就没问题 但是这些病人呢 因为他的 Masomotor痛 他自律神经 对血管的控制不好 所以他其实 没办法自律 那 所以我们去看了 这些病人的 水管 你可以看到 这 水管的 水 tube 这个神经 所以其实少掉非常多 而且 这一些 跟他的 临床症状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 我们其实用这样子的 一个Skin biology 我们可以发现说 我们可以诊断 他的small fiber sensory type non-receptive neuropathy 同时 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个 Pathological evidence 或他的autonomic neuropathy 那各位说 你这样子重要吗 因为 每一个疾病 他们要去发展治疗的时候 通常会需要有所谓的 Primary end outcome 你需要有一些指标 所以 你如果有这些客观的指标 对临床的研究来讲 或者临床的试验来讲 就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发现 那些有 Postostatic hypotension病 他的水滚其实是比较差的 没有的话 他就比较好 那这当然是合理的 因为他整个自律神经就不好 那甚至于某一个程度 他这个可以反映 这个底绩子的破鬼血 那意思是什么 这些神经 因为 如果这个病是一个独立的 系统的病 那当然跟他其他的器官系统有关 但是他是一个全面性的 所以他的Large Fibre Semore Fibre 是同等神物在退化 所以他的Disability The Grade 跟他的Innovation 是有关 那更重要的 我们发现说 其实你在这个当下 我们做了一个Skin Loss 那我们追踪了几年以后 因为这些病人一直在我们这边追踪 我们发现几年以后 他会做轮椅的时间 如果他原来的Fibre是比较多 他将来就比较久 他才会去做轮椅 因为这个病最坏的情况 就刚才各位看到那个病人的脚 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行动是有困难的 好 那做完了这些以后 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希望去发展治疗 那你要发展治疗 我们知道你不可能说 就直接跳到病人上面去 当然这个病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病 在这个之前一直没有好的动物模式 所以这个病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就是美国的FDA 允许从Structural Biology 你在Structural Biology上面 如果你这个要宣称 它可以让这个Mutant TTR Stabilize 它允许它直接跳过去做临床试验 不过我们总希望说 你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动物模式 为什么那个FDA 会允许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过去十几年做这个动物模式 他们发现 就是你可以让这只动物 用各式各样Transgenimized 的方法 你可以让这只动物产生Amyloid 但是 这只动物 它整个行动能力就是没有变化 甚至于 有没有Postology上面 有Nerve的Ditch and Wishing 都看不见 这真的是匪夷所思 因为在人那么严重 为什么到了老鼠就不信 不过 我想做更多研究 包括潘老师、张老师也都知道 这很多动物的行为等等 或是动物它的本质就是跟人不一样 这我们没办法预期的 那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也花了蛮长的时间 不过在这个蛮长时间之前 我们其实是做了蛮多的功课 我们去研究一下 别人为什么做不出来 那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大部分的人做的 因为它是一个pomutation 那 这个 人的基因跟老鼠的基因 又蛮接近的 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 九十几以上是homologous 所以大部分人的基因 做做法都是所谓的pomutation 你比如说0V3TM 那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pomutation 那就OK了 那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那即使你copy数目增加 它老鼠唯一的只是会增加aminoid deposit 那 它的phenotype 就是说所谓的它的behavior等等 其实完全都没有变 所以我们研究了很久以后 我们就想说 那后来就有一些study 那这些study发现说 mouse的TTR protein 跟human的TTR protein 可能本质上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甚至于mouse protein 说不定它可以protect from aggregate 即便你把它newton 当然 如果别人有这么一说 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测试它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做mice 做这种transition mice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个 我们这个大概做了将近六七年 就 那 fortunately 我们看到了一些phosphoricin phenotype 那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correction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correction 基本上因为这只老鼠只有 这个mutation只有我们有 所以其他国家也不会去做这个mutation 那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就是 如果那个假说是对的 那是不是干脆就不要让它有制造mouse protein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nubbing mice 第一个就是 我们把它 因为幸好说这个gene 它只有四个exome 所以我们把老鼠的四个exome 就全部换掉 全部换成人的 然后我们再去mutate 那个第97个ammy oyster 所以也就是这个nubbing mice 完全都是humanized protein这样子 那 那 当然这样子就比较辛苦一点 而且各位也都知道 你做了以后 你还要back close到V6 那你需要时代 所以 这真的是 要做这种mouse 需要这个心脏很强这样子 你要有点受这个 不过turn out是说 这样还是值得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genotype的conformation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human的 那这边是mouse的 所以它完全不带mouse的基因 它只有带human的基因 而且就像我们在人一样 我们做了这个restriction enzyme 那因为我们这个mutation enzyme 正好它可以create一个restriction enzyme 所以你可以用很短的 很简短的方式 你不需要做sequence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有mouse 跟human的protein waste 所以你可以confirm 它就是human的protein 好 那第一步就是 可不可以看到aminoid 这个大概是最大的concern 那要看到aminoid 大概是几个 你可以用concern 还有cylophilabin 那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在蛮多器官 包括nerf 包括heart 包括gi 包括kini 包括liver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这还蛮surprise的 那不过 中究还是不是很多 所以其实这是让我们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 就是concern 基本上都用TTR可以染得出来 所以suggest 这个aminoid 它的确是related to TTR 这样子 那比较重要的是 它有没有任何pastology 的phenotype 这是我们最大的concern 如果它出来就是aminoid 那我们的mice 就跟别人的mice 没有两样 那 所以我们怎么concern 它的small fiber 所以这small fiber 大概就是要去做skin loss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老鼠的skin 其实 它们已经变少 但是这个变少 要年纪大了以后才会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factor 是跟age有关 它在adult mice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虽然有少 但是没有到程度差别 所以应该是没有差别 但是要到年纪大以后 所以这个病其实 它可能还是有一个factor 就是aging 什么样的factor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 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其实到了 比较aging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的large fiber 其实还是有少 所以它已经慢慢的接近human了 因为我们说它最早是skin 它是small fiber 然后再来是large fiber 整个U 然后这时候 这里面看到的是large magnetic fiber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这只老鼠 我们大概 我们用 把它用login的model 所以我们可以制造出这只老鼠 它可以有ameloid congoret positive 这样子的pastology 那同时 它这pastology上面也有phenotype 那这个phenotype就是fiber的lose 那包括small fiber 和large fiber 不过 总是还有美中不足的 美中不足 我们就会希望说它有没有behave 不过到目前为止 它的行动都还是很好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可能还有一些additional factor 那这其实对病人来讲很重要 有哪些factor是让这只老鼠会发病 或是让这个病人会发病 因为我们知道 在所有我们那些病人 虽然它的genotype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的onset age 就是发病的年龄 其实差不多十年 有一些家族 它可能五十几岁就发病 有一些家族可能要到七十岁才发病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表示说 genetic predisposition 但是还要有一些factor 这些factor是我们正在努力的 不过 至少 它有一个pastology是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写了这个paper 以后 这马上就 葡萄牙专门做 TTR mice的一个大佬 马上就写信说 这个老鼠能不能送给他们 我这辈子还没有送东西给外国人 第一次是送老鼠给外国人 好 那 那这个 这个老鼠 这只老鼠 你可以看到 它的fiber loss 实际上是electrophysiology 有phenotype 那它运动神经在这个时候是好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neomusq将群 它的脊肉 其实它是好的 那 这意思告诉我们 这只老鼠 它其实 它是replicate early stage 虽然这只老鼠年纪已经大 但是对它 对这个底记者来讲 它还是它的early stage 所以 我们可以做的是 你在这个early stage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找到 它将来可以让它变严重 那 在这里 因为这老鼠告诉我们它是一个early stage 所以我们大概就进一步想要想一想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病人 什么是它的early stage 那这个病 在台湾 我们说这个A97S 比较特别 因为它的病发病大概我们平均是六十岁 我们刚才讲的V30M在国外 他们大概是二三十岁 当然V30M也有lay onset大概是五十几岁 所以我们比别人都是年纪大非常多 那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study 那这个study就是说 你在early stage的时候 是不是开始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找这些病人的小孩 这病人大概是六十几岁 所以他小孩大概三四十岁 结果我们就发现 其实你三四十岁虽然它没有症状 但是他们的神经其实开始在坚持 不论是表皮的神经 还有水滚的神经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 这位水滚的神经退化 是跟这个Kongorate有关 所以表示说 这是不同的machines 最早的部分是在epidermis 那进一步可能到dermis 所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研究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stage0就是病人 就是这些carrier stage1开始才是病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cover很多的不同的age 然后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那这样子可以deduce我们的theory 也就是epidermis可能是mutan protein 但是水滚囊 autonomic可能开始有aminoid 然后随着这个age stage增加 才慢慢变更严重 这是我们目前的theory 那其实这篇 我们大概光投稿就用了两年的时间 那个reviewer他给我们review完的时候 那个我把他那个review comment印出来 大概是印了三四个A4的page 那那时候我在想说他意见那么多 是你不要我吗 但是因为edit也有说啦 如果你可以address的话 你就在某个时间回我们 好吧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去回他们 不过回了以后他下一次又不满意 你知道每一次就三个月嘛 所以我们就大概回了三四次 所以如果写过论文的同学就知道 我们回第一次叫做R1 那回第二次就R2 我们回到R4 那不过终究他都又接受了 那接受了有一天呢 这个cheap editor就写信来说 哎 我觉得这个study很有意思 你要不要给我们一张照片 所以原来他对这一篇是有兴趣的 所以才会要求那么多 所以日本人cover later 好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 我们从一个不知道的疾病 那就慢慢去dissect 那目前我们为什么要做到这个 因为在过去两年 已经开始有一些临重试验成功 要进入这个实际上的应用了 那但是所有这些临重试验 如果各位去看的话 目前的治疗包括一个叫做stabilize 我们刚才讲了 你会tetrum 它会变成monom 那就不稳定了 所以我如果想办法让它是在tetrum stage 那就很happy 所以有一些药物叫做stabilize 就是让它稳定在tetrum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是釜底抽薪 干脆我就不让你制造 那不让你制造用的是 就是用RNAi或是anti-sense 所以这几个大概都已经临床试验 都成功了 所以下一步就是它怎么样真的去用 但是问题就是这些药物其实都是添加 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你既然有这个Gene 你这个Geneotype是确定的 但是它的onset是variable 所以这里面有没有additional的factor 那这些additional 会给我们找出来 你可以prevend它 或是甚至slow它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临床试验 虽然宣称成功 但是它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临床试验通常是这样子 我在试验以前我先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用血压来讲 我设定你应该要降 比如说10mm mercury 所以我如果达不到就失败 那我达到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宣称这个药被治疗高血压 那这临床试验也是一样 它用的指标就是用一些scope 来判定 来评估这个神经退化的程度 那对照组跟治疗组差别是什么 他们退化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就是退化比较少一点 所以药物的成功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退化慢一点 也就是说我考59分 你考58分 所以我就赢你1分这样子 那所以我的病人 其实有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那我的病人就 每次看到我 他就觉得 他跟我讲说这个药就没效 因为我又一直在退步 那后来等到完成试验呢 我去已经解盲了 所以我可以知道他是用到怎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 所以将来各位看报纸要注意这件事 就是临床试验他宣称成功 是不是有意义的 这是两件事 为什么 因为对这个病人来讲 他只看到他自己 除非他往上爬 要不然他不觉得这个试验是成功的 但是对药厂来讲 这两个就是有差别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所有的治疗 都是你开始有症状 才用药 所以你一定往下跌 所以有没有可能 我们可以在更早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做care 原因是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今天 给各位的 一些分享 我不敢说 有什么伟大的研究 其实不是 我们很多的研究 其实都是来自病人给我们的作业 那我们就想一想 我曾经学过的这些方法 那可以怎么样去帮忙病人 那我想 可以给各位 一分享就是各位在台湾大学 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们常说台大医院叫宝山医院 那我觉得台湾大学就是 真的是宝山大学 我看过台湾那么多大学 你想想看 有这样综合性的大学 每一个学院都有 各式各样的老师都有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我今天演讲到这里 那当然就是说 那个刚才所长也有介绍 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之一就是在脑心塑 所以也欢迎各位就是可以到脑心塑 来救度 好 谢谢大家 OK 好 谢谢所长的精彩的演讲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谢所长过去大概二十几年来的研究 在看这个疾病 然后到现在可以治療 我想谢所长应该是蛮兴奋的 好像真的看到一点 从病理 从症状一直到研究 知道他怎么做 然后就可以治療 OK 好 同学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我看错了 对不起 目前你知道病人的小孩 你怎么跟他们讲说他们的状况 现在开始有症状 其实他们现在是没症状 那 那个 潘教授问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研究我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 我不敢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发病是在大概六十岁左右 所以他们的小孩大概是三十岁左右 当时其实有很多小孩是很一个 他想要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个机会 我最好是没有 我最好是没有 可是你知道 这是一个autosomo dominion的机制 所以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那你可以想到 我验到了如果没有 我很happy 我今天晚上可以开始好好睡觉 可是万一我验到是怎么办 我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会想 我每天晚上就会想说 我将来就会像我爸爸那样子 所以 其实二十年前 当我们开始知道这样的时候 教授有问我这个问题 我跟他说 技术上面我们可以做 但是伦理上面 我觉得需要斟酌 你可能要想清楚 这个就牵涉到所谓的genetic counseling 就是基因咨询 其实有很多的神经特效疾病 都是late onset 所以late onset 所谓late onset 就是那个小孩子可能已经到成年了 但是他还没有发病 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去验 那我的原则是 如果这个病 我们有办法去治疗 或是prevention 那么我们验大概没问题 但是如果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还没有任何对策 我觉得我们就宁可模糊 至少让你有几十年时间 你是happy 也许你可以笑我是鸵鸟 但是我会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不希望我二十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 就说黑暗中过 也不知道黑暗 就是一直在不露当中 那不过大概在通过十年前开始 十年前开始就是 开始有这些unical trials 然后更重要的其实是 有一位病人的家属 有个病人的女儿 她来找我 她告诉我说 她那时候差不多快三十岁 她告诉我说 她要结婚了 那结婚以后她想生小孩 但是她很怕这个病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很 很serious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你如果结婚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有产前检查 那产前检查验了以后 你当然你不需要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用护肠手术 但是她也不太favor这样子 因为其实终究那个 对心理还是一个创伤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了很久 所以我后来跟我们基因医学部 还有跟护肠科的医师 讨论了很久 他们就帮我想了一个办法 那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觉得 这是真的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就告诉我 现在有一个技术叫PGD Pie Implantation Connected Diagnosis 那这个方法基本上就是 你在这个胚胎的stage 它把你检测 那检测了正常的胚胎在指挥区 指挥区就相当于是四万年内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可以保证 即便我今天是带有那个基因 那么我生出来的小孩也完全是正常 其实这某一个程度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 如果真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等于是终结这个病 因为你知道我们虽然是当医生 但是我最希望是我门诊都没病人 所以我那时候 那个护肠科医师跟我讲了以后 我就跟这个病人的女儿讨论 他也欣然接受 所以后来他验出来 吞到他就真的是运气不好 他就真的是带有NIT-7S 不过他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一对双胞胎 对啊 各位知道四款婴儿通常 通常是买一送一 很少是只有生一个 所以他生了一对双胞胎 这个双胞胎全部都是wild type 所以现在已经练小学了 所以他非常的happy 那当然你回过来说 妈妈怎么样 所以妈妈因为在那个时候 开始有这些临床试验 而到现在这些临床试验 已经有一些药物了 所以我就跟妈妈讲 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是每一段时间追踪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career 我们就是固定时间追踪 我们有一个原则 你既然差不多60岁花病 所以应该到55岁以后 我们可能是每年检查 但是50岁到55岁也许我们两年 那30岁左右也许我们三到五年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个sequent 就是有一个protocol在追踪这些情况 所以刚才潘教授问的 其实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的想法是 假设我们认为他的decline 是到某一个stage开始decline 那我们在clinical里 在外观上面还没有decline以前 比如说我们用这些fiber的rows 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 我们如果开始用药 所以我们可以content它的stability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想法 OK 同学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问题 我好想再多问一点 我现在蛮有兴趣的 是 所以刚刚那个 其实我对那个什么 对找这种基因到底哪个mutation 一直很有一个很大一个疑问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 像你在2010年的paper 看到说那你是做hold genome sequence 说这个病人有这个 然后所有好像大部分的病人 都有这个mutation 所以我就有两个问题 一个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做hold genome sequence的时候 只看到这个mutation吗 你怎么去选出就是这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说这些病人 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都有这个mutation 那是不是代表说 他们其实在亲缘关系上面 是可以上说 或是他们之间有 某种程度的亲持关系 好 谢谢潘老师这个问题 所以潘老师提到 就是当各位去看到 那些hold genome sequence的 入闻 其实的确是 你会发现其实不止一个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score 所以其实要去做这些 所谓NGS hold genome sequence 或是hold exon sequence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前面那一段 前面那一段 前面那一段虽然是需要前 但是后面那一段才更复杂 因为他会给你一大堆资料 你这些资料就是要 怎么样去interpretation 你要经过 他要需要不同的那些algorithm 所以没有错 你会看到不止一个 但是他会需要比对 现有的general population 的sequence variation 去 他会去define 这是posogenic 或是unknown的significals 那通常 你若写论文 你不希望你看 就是说 从病人 从临床的角度 你当然希望看到posogenic 那这样我马上就定了你的交代 但是做论文的角度来讲 你希望的是 有没有unknown的 因为那个unknown 很可能你会发现新的群 所以 所以